六港天空宮每年九六七月中原報道時 都會通意將這次的物品 轉手關鍵給老有老基金會 今年也一樣 希望藉由老有老基金會 將這些物品轉到四大 另外六港天空宮也會有 有能力的朋友和企業 可以做回來做生殖 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保存好的一生還有一生的物資 對它跟它收藏的一樣 這些都是用油 米條 白米丁 就像天空宮中原葡萄桌擺放後 會把這些生活用品 交給老有老以及各社區 希望給民眾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送給我們的獨居長輩 那有部分是在我們的廚房裡面 可以幫助我們自餐 那就是現在目前的話 大概有中午的部分 大概送了150位 那晚上的部分 也是這一兩年才開始送晚上的部分 是有50位的長輩 獨居長輩可以 接受我們的天后宮的一些協助 那可以讓我們的長輩在 在用餐上面其實是更安全 那也更豐富 簡單兩種的觀景意識了之後 所有的志工跟廟方輪圓 感心疼你全部煮八九車 老有老也很感謝媽祖部的關懷 讓他們的等不效果 更加努力照顧老人 廟房天后宮中間博度的開始 已經大約約末12年來 我們將這些物資來 我們將這些物資來贈送給一些我們比較年長的這些長輩 然後能夠來做一些慈善工作 除外也來做一些泡栓雨衣 那經過這12年來 我們入港的寺廟也好 全台灣的寺廟也好 給大家好像都有更進了 所以這個效果做的也蠻不錯的 那麼今年我們特別加碼了 我們把一些除了以前所謂的泡麵那些 給拿掉 我們增加了很多就是日常我們做菜需要用的東西 包括蠔油啊 包括一些這些平常民生用品 所以讓我們這些老老基金會 他們的中央廚房啊 還有一些老人家 他們可以吃的比較營養一點 有需要的電腐就有媽祖共在的 我們拿媽祖部的大約進行關懷電腐 希望保證應用 也有請大眾再會來關懷社會 讓社會有愛有溫暖 對中華新聞林貴英 六港蔡宏報道